金白雪银白雪 严谨老师想问你找的是哪个白雪 什么金白雪银白雪 你们俩赶快跟老师一起去找白雪 白雪 白雪 看来 严谨老师不知道石头白雪 我们换一个老师试试 白雪同学 请问你在哪儿啊 金白雪银白雪 王后老师 请问你找的是哪个 哇塞 金子银子 我找的是这个金白雪 不不对 是这个银白雪 不不不 两个我都找 王后老师只知道金白雪银白雪 可能也不是王后老师 那我们去艾莎老师那里吧 喂 站住 把金白雪和银白雪给我 艾莎老师 求你找的是这个金白雪 还是银白雪啊 都不是 我要找的是石头白雪 可是 我们只有金白雪和银白雪 你们一定有石头白雪 我就要石头白雪 好啊艾莎 那件事果然是你做的 跟我们走吧 艾莎 是不是你把石头白雪 变成一堆碎石头吧 不是 不是我 不是你是谁 你这个黑暗魔王 赶快现身吧 千万万 我根本不是什么黑暗魔王 那你为什么知道 我们有石头白雪 那是因为我看到了 贝尔大宝 你们快走 我来盘住黑暗魔王 我们走 我们要和你待在一起 我是神仙 我不会要是的 白雪 快把你的神仙力量给我 否则 你们都走不掉 你休想 贝尔大宝 这个石像里有我的神仙力量 你们快走 拿来吧 白雪的石像被橙橙两个了 嘿嘿嘿 雪岚 可以说老师把人家快跑 快跑 我终于拿到白雪的神仙力量了 我想 世界就是这样 所以 我才来找你们有石头白雪的 只要我们把两个石头白雪合体 才能重新把白雪召唤回来 no 我跟你 等等 不要给他 我才是真正的艾莎 我是真的 有石像白雪 那又怎么样 我也有 哼 可恶的艾莎 竟然会有黑暗魔王的好事 这次我一定要把两个石像都拿到手 得到白雪的神仙力量 小朋友们 我们必须找到真正的艾莎 才能救回白雪 如果一号艾莎是真的 大家就发送一一一 如果二号艾莎是真的 大家就发送二二二 拜托 迷你世界抽奖 是的 给白雪三张抽奖券 给熊妹三张抽奖券 看看你们 能不能抽到迷你世界小人吧 呵呵 那妈妈 我们开始吧 呵呵 好 我来看看 我这张抽奖券的号码是多少 我哥啊 我哥 啊 是七号 七号对应的会是什么呢 啊 好紧张啊 啊 是我最诚的轻胜 哇 好羡慕啊 我要乖开我这张抽奖券看看 哎 是二号 妈妈 快让我看看二号是什么 呵呵 好 二号的背后是什么呢 啊 是心灵 是最可爱的心灵 皮皮皮的小伙伴吗 你们喜欢心灵吗 快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 分享一下你们最喜欢的 迷你世界人物吧 我喜欢我喜欢 白雪姐姐熊妹 你们在干嘛呢 我们在说迷你世界小人呢 这是我抽到的星象 这是我抽到的心灵 哇塞 我也想抽 可是 抽奖是需要抽奖券的 哥 哥 我们也有抽奖券啊 白雪姐姐熊妹 你们可不可以给我一张啊 我可不给 我也不要 我们的抽奖券 都是帮妈妈做家务回来的 那妈妈 我也要帮你干家务 我也要抽奖券 抽命你世界的小神 好啊 嘿嘿 我一定要抽到最稀有的 七天大圣美和王 啊 那个可不好抽呀 大宝 你肯定抽不到的 哼 那可不一定 等我有了抽奖券 你们又等着瞧吧 孩子们 吃饭啦 来了妈妈 喵喵喵喵 妈妈我吃完了 我要帮你熄火 大宝真是长大了 哎 怎么又这么乱呢 又得打扫好长时间了 妈妈 你别动 我来打扫 我来打扫 终于干完了 好累啊 妈妈 我今天帮你干了不少家务 可以给我抽奖券了吧 可以 给你 耶 我也可以抽奖了 让我挂开 我这张抽奖券看看是什么吧 是九号 那你分开九号 看看是什么吧 好 天呐 你真的是几天大手北河王 我真是太开心了 大宝 你真厉害 熊妹 你看 我说了 我一定能抽到的 大宝白雪熊妹 其实 你们抽到的迷你小人 他是妈妈特意给你们准备的 好 特意给我们准备的 是啊 你们帮妈妈干家务辛苦了 所以 这是妈妈奖励给你们的 原来是真 对啊 妈妈 今天帮你干家务 我才知道干家务那么累 不过 我们一定会多多帮妈妈干家务 我们也是 小朋友们 你们在家 有没有帮妈妈干家务呢 如果有的话 就发送依依依 我们一起做一个 帮妈妈干家务的好孩子吧 我是白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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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奇怪 白雪今天怎么了 怎么一直还是自己的名字呢 熊妹 咱们去看看吧 我为什么要来这儿啊 好惯啊 我还是先睡一觉吧 白雪 你怎么睡在教室里啊 是啊白雪 快和我们回家吧 我是白雪 好吧 我和你们回家 糟了 我的书包好像闻在教室了 我现在回去取 啊 白雪 白雪跑得也太快了 熊妹 咱们就在这儿抖它吧 书包 书包 终于找到你了 我是白雪 我得赶紧回家 啊 书包怎么这么轻啊 糟了 我的科班好像忘在教室了 我是白雪 科班 差点忘记你了 对不起 我终于带你回家 啊 我好像又忘记 关教室的灯了 原来我干了 吓死我了 我完了 我的书包又忘在路边了 大宝 白雪怎么还没回来啊 就是啊 白雪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咱们快去找找吧 这不是白雪的书包吗 对啊 白雪不是就是要去书包了吗 书包在这儿 白雪怎么不见了 白雪不会真的遇见危险了吧 咱们快去找 我帮咱们找吧 我的书包刚才还在这儿 怎么不见了 难道是我记错了 其实我根本没拿书包 算了 我还是先回家吧 你真是哪啊 我好害怕啊 有人吗 我好害怕 白雪 你怎么在这儿呢 我们都在找你呢 我 我想起来了 我是白雪 吓死我 吓死我大宝熊妹 如果我不一直重复自己的名字 我的记忆力就会越来越长 刚才我连自己家在那儿都不记得了 你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 让我用回忆之镜看看 魔法壁 好渴啊 这里有条河 正好可以让我喝点水 喵喵喵 真就渴啊 哈哈 太好了 白雪喝了我试过黑魔法的水 就会变成一个什么也不记得的傻子了 原来是黑暗魔王干的 黑暗魔王也太过分了 我这就去教训他 吴伯伯 你别走啊 吴伯伯走了 我该怎么办啊 白雪姐姐 别担心 我和大宝有办法 来之前吴伯伯就告诉我们了 这是吴伯伯研发的药水 只要你喝了 就会解除黑暗魔王的黑魔法了 太好了 大宝熊妹谢谢你们 我这就喝 这个药水好好喝啊 太好了白雪 这下你很快就会好了 白雪 等你好了 我们就能一起去玩了 你们是谁 我又是谁 什么 白雪怎么又忘记了 难道 我们的药水不管用吗 熊妹 这可怎么办 大宝 别过 咱们这就去找吴伯伯 大宝熊妹 我来了 吴伯伯 你可来了 白雪喝下药水怎么没有效果啊 这是因为 黑暗魔王使用的 黑魔法是升级过的 黑暗魔王 快给白雪解除魔法 好好好 吴伯伯我听你的 我这就解除黑魔法 魔法 别 我想起来了 我是白雪 你们是熊妹大宝 吴伯伯伯和黑暗魔王 太高了 白雪 你终于记起来了 吴伯伯 谢谢你帮助白雪 伙伴们 我们下次再见 叮咚 警察小偷和司机游戏 马上开始 选手们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游戏开始 我是白雪 今天我是一名司机 白雪司机 我是一名医生 请你快送我回医院 我要去救治病院 好的 请上车吧 我们现在就出发 医院到了 请下车 谢谢你白雪司机 白雪司机 你好 我是一名警察 我现在抓到了一个坏蛋 请你快带我们回警察局 好的 请上车吧 我们现在就出发 警察局到了 请下车 谢谢你白雪司机 白雪司机 我是一个坏蛋 我从警察局逃了出来 你快带我离开这里 不可以 你是坏蛋 应该在警察局才对 我不能带你离开 可是你是司机呀 你必须带我离开 司机也是可以拒绝坏蛋 坐我的车的呀 小伙伴们 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 要是觉得对 就发送医医医 大宝 小伙伴们都在发送医医 白雪司机不能带你离开 你输了 游戏结束 大宝失败 为什么我每次坐坏蛋 总是被警察抓住的 因为坏蛋就是要被警察抓住啊 那这次我不要坐坏蛋了 我要坐警察 好 那这次我坐坏蛋 跑啊跑啊 哎呀白雪你跑快点啊 马上就要抓住小偷王子了 大宝你太沉了 我跑不动了 白雪你必须跑 你是司机 我不跑了 为什么 大宝你太懒了 警察都是自己抓小偷的 我坐在车上也是在抓小偷啊 不是 你只是在偷懒 我现在不懒你了 白雪 我这次可不是坏蛋 你凭什么不懒我 司机可以拒绝懒惰的人坐我的车 游戏结束大宝失败 都怪你白雪 都是你害我输了游戏 我 我没有 你就有 你这个司机当的一点也不合格 你也应该游戏失败才对 不 白雪的这个司机当的很合格 我也这么觉得 司机就是给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的 没错 白雪可以拒绝坏蛋的要求 也可以拒绝懒惰的警察的要求 你们 你们 你们都想着白雪说话 你们太不公平了 小伙伴们 你们快给我拼拼礼 你们觉得白雪的这个司机招的合格吗 要是觉得合格 就发送一一 要是觉得不合格 就发送二二 白雪 你等着吧 小伙伴们肯定给你发二二 不 小伙伴们都会给我发一一 二二 一一 我还劝妈妈 白雪兄妹妹 你们快回来 我不要你们相信 大宝 这不是你向往的生活吗 怎么不开心啊 我变成这样 都是你害的 你把他们还回来 怎么能怪我呢 这一切可都是你的主意啊 什么 不是这样的 大宝 你忘了吗 很久以前 大宝 别玩游戏了 快点去写作业 这次我看着你写 看你还怎么偷懒 老宝 我怎么这么倒霉 大宝 你来回答这道题 老师 我不会 这么简单 你都不坏 把你把这道题 超一百遍 什么 一百遍 妈妈和老师总是管着我 真是蛋饭了 我能帮你 你是谁 怎么在这儿 我是智能遥控器的吧 你别害怕 我是来帮助你的 那你打算怎么帮我 只要你在需要帮忙的时候 召唤我 我就能帮你 把你的时间快进 这样不就好了吗 啊 智能学吗 不会被发现吗 别担心 我可是智能遥控器 在快进的时间里 你的身体 会按照设定的程序 自主完成任务 绝对不会被发现 呵呵 当然了 这下我就什么也不怕了 同学们 把你们的课本都收起来 现在我们开始考试 好 怎么又要考试了 我都没怎么学习 再可怎么办 啊 有了 遥控器 直接跳到考试后吧 好的众人 起动时间快进功能 这次考试 大家表现都很好 尤其是大宝 既然考了100分 大家都要向大宝学习 大宝 你好厉害啊 竟然考了满分 就是啊 没想到大宝节目这么大 大宝 你能教教我们吗 嘿嘿 当然没问题了 哼 到时候让遥控器快进就好了 大宝 先别玩了 去帮妈妈买包盐吧 哎呦 我正忙着呢 你自己去吧 大宝你快去 妈妈正在做饭呢 等你回来了再接着玩啊 哎呦 真烦然 遥控器 快进 遵命主人 各位儿子 真是谢谢你了 你继续玩吧 呵呵呵 太好了 我可以接着玩了 同学们 现在开始一生学考试 如果考不考 就要继续留下来上小学 现在开始发试卷 这么重要的考试 当然要用遥控器了 我的主人 大宝同学 恭喜你 以第一名的成绩 考入童话王国最好的中学 呀 太好了 咱们学校每周都有一次测验 要是连续四次不同阔 就要离开学校 什么 这也太严格了 可可是赶紧跳过吧 大宝 快去上班吧 马上要迟到啦 呃 我不要上班 跳过 大宝 又有什么事 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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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都跳过 就是这样 你遇见困难就要跳过 是你自己 把你的衣裳都跳过了 凡是我 让你拥有了这么多财富 你怎么能怪我呢 不是 我现在后悔了 我要回去 妈妈和我的朋友们回来 对不起 时间只能前进 不能后退 你还是好好珍惜 剩下的时光吧 不要 你回来 把我失去的时间还会了 呵呵呵 小朋友们 你们可不要像我一样 吸出时光啊 小朋友们 不 小朋友们 不要